多謝盧文雄議員 請多謝盧文雄議員 同學成功了解 我認識梅門十幾年前的事 一直以來 大家都非常讚嘆 我也非常讚嘆梅門在台灣 一個地方 但她把這個平衡功 一直傳到全世界大概30多個國家 好料不起 其實是甚麼呢? 平衡心工是一個養生的工法 給人家健康,是一個很簡單 看起來很簡單,但是非常有效的工法 我自己也一直有練的 每天堅持大概半小時 我說沒用,你會感受到 只可以這麼說,梅門他們的 李鳳山師傅的創立 他希望人做三件事 第一,要練功 第二,要吃素 第三,發大願 如果你能夠練功,吃素,發大願 你的身心靈都會非常健康 會非常提升 好像很簡單,但是非常有效 所以剛才南庭師姐說 他也是跟美方師姐學的 美方師姐也是我的其中一位老師 所以今天我們找到共同老師 來跟大家直接去普傳傳授 甚麼叫平衡工 我相信大家很緣分 也可以講講大家的福報 不足夠大家的時間 今天真的很開心 有這麼多的朋友一起來 我覺得主席剛剛講到 素食,練功,跟發願助人 這是美門的李鳳山師傅推廣的三寶 你要說東北有三寶,美門有三寶 就是素食,練功,跟發大願 那在這樣的一個基礎跟精神之下 我們李鳳山師傅跟溫主席是不謀而合 那美門從十幾年前 今年應該已經是我們可以辦十週年紀念了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是剛來 事實上我們在十幾年前 像主席說的 在大概十四年左右吧 那時候主席就因為國際經典學會的讀經大會 邀請李鳳山師傅來到香港做拼甩工的捕船 那主席也是希望把文武合一的精神帶到大家的生活 那那個時候結了第一次跟香港的緣分 那之後呢 因為我們台灣呢 有一位師姐 她身體也生了重病 她是香港的這個 嫁到台灣的新娘 她跟師傅說 我在台灣能夠學到這麼好的功法 那我的家人遠在香港 那他們有沒有辦法 也能夠學到這個功法 師傅說 好 那我們來想辦法 我們以為只是師傅 這個回應一位師姐的一句話 但是沒有想到過一陣子 師傅說 那你們要去香港 現在張羅的怎麼樣啊 我們說我們真的要去嗎 對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要到香港這麼近的地方 師傅說當然 這個有師兄師姐 有這個心願 我們就要能夠幫她去完成 也因此呢 我們在十幾年前 師傅就派了三位教練 我們這人生地不熟 那個時候只認識溫主席 所以呢 那時候溫主席說 你們來啊 我的辦公室 你們就把我的辦公室 當作你們的辦公室 所以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給我們一個靠山啊 所以我們就來到了香港發展 透過平甩弓幫我們練出平衡 練出境界 那能不能練出平衡練出境界 當然這一定是要有方法 那要讓所有的人 更多的人都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方法他要怎麼樣 他要能夠很順手 隨手可以做隨地可以練 而且呢很容易就練出效果 那呢 所以師傅在經過多年的研究 就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之下呢 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練 擬出了這個心得 從上萬招的導引書裡面 擬出一個心得 就是平甩弓 那這個平甩弓 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跟內涵 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段簡短的BPD 好 啟動生命能量 從哪裡開始 就從氣 那氣存在哪裡 我們說 這個天氣 人氣 福氣 你看今天 人氣是不是很旺 我們今天都是有福氣的人 因為 這個好數班的這個活動 我們聚集在這裡 好 下一頁 那皇帝內經呢 裡面呢 這個我們的 先人的智慧啊 幾千年就已經存在下來 告訴我們 正氣內存 邪不可跟 這個氣 我們人的生活 生命 來自於這個氣 但是氣怎麼樣 氣要正 好 那什麼是 這個好的氣呢 那什麼是氣呢 這個定義到底是什麼 在以前呢 這個有導引術 跟土納術 那現在 用現在的白話來講 它就是氣功 那師傅提到 什麼是氣功 氣功一般人 大家聽了覺得好玄很難 我們有辦法練嗎 那師傅提到呢 這個最簡單的意義呢 這個氣就是在呼吸上面 來鍛鍊 來下功夫 就是氣功 那呼吸到底多重要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不吃不喝啊 一個禮拜都沒有問題 像現在很流行 斷食養生 那你如果說呢 沒有這口氣呢 我相信沒有辦法超過一分鐘 好 所以這個呼吸是不是很重要 它是生命的關鍵 那也透過 其實我們講到這個疫情啊 在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SARS 當初那個時候呢 師傅 就告訴我們 要把瓶甩功傳得比 傳染病 比病毒還要快 果然不久之後 你看我們遇到了COVID-19 讓我們更加的明白 免疫力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它是最重要的 下一個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大家分享到的 李鳳山師傅 推廣這個瓶甩背後的一個 愛大愛 跟用心 他們去傳這個瓶甩 那些呢 腦部有問題的朋友們 他們只要聽到放音樂 他們就開始站起來 就跟著甩 完全不用動腦筋 就是那麼的自然 那麼的簡單 但是真正去練了之後 大家發現瓶甩簡單嗎 其實它真的不簡單 它不簡單在哪裡 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裡面呢 它就非常有科學的一個原理在裡面 它呢可以啟動我們的自癒能力 如果去啟動呢 練十分鐘 只要練十分鐘可以啟動循環 按一下 那再繼續練第二個十分鐘 可以進入身體的病症 你這個時候身體就開始有反應囉 痠痛麻癢症可能都有 然後再練第三個十分鐘 它就開始產生修復的作用 所以我們至少練到三十分鐘 能夠達到一個最好的一個循環的作用 那如果再繼續練呢 再練十分鐘就可以達到平衡的效果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同時具備了這四個作用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循環 瞬間的循環 十分鐘的循環 三十分鐘的循環 所以呢 當我們要身體越好 你就繼續讓身體 經常保持在這樣一個循環的作用裡面 那在這麼多年呢 很多人對於氣功啊 其實都還是保持在一個 哇 你說得這麼玄 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也因此呢 像我跟著李鳳山師父學習呢 已經將近快三十年 這三十年的期間呢 除了師父在 之前就已經接受李四成教授 國科會的氣功研究 已經從事一二十年的研究 我自己親身這樣子看到道場 經歷過的各種科學試驗呢 非常的多 從學校到一些研究所的教授 還有他們的書籍的論證 所以呢 也有到這個護理學校去做實驗 也有受邀到美國去做發表 大家呢 在網路上面呢 也都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報導 那在這些印證的過程當中 都是對於平甩可以達到延年益壽 可以防止身體的一些細胞跟修復的病變 都有一個很正面的一個結論 那平甩跟一般運動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內外都可以非常的放鬆 很多運動 前一 在這邊 內外都可以讓我們非常的放鬆 平甩呢 它呢 除了讓你身體輕鬆的擺動 進入一個靜定的狀態 其實越練心情會越平衡 它也會有點舒服 那其他呢 方便 隨時可以練 每個人都可以練 沒有年齡限制 身體完整可以練 可以站著練 坐著練 身體有狀況也可以一邊練 所以呢 最後呢 還可以達到我們的身心靈 三個可以達到合一的作用 那誰適合練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邊有很多的一些身體的現象 肩頸痠痛 疲勞 感冒 很多 我相信呢 我們大家是不是都有 多少都有幾項 對不對 那就是呢 你說它是有毛病嗎 好像還沒有到病症的問題 但是它確實實 偶爾會發生 或者經常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常態 也因此呢 現在很多人都是在這種 這種 我是生病的還是我是健康的過程當中 那現在呢 有一句話 就統稱這個現象叫做亞健康 那我們經過統計呢 有75%左右的人都是處在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這些會形成這個原因的 這些狀況的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們來幫自己對號入座一下 那我們如果改善呢 來這些健康狀況 跟我們平衡我們的免疫力呢 有要注意運動 還有心情 飲食 還有水 陽光 還有我們最近的3C產品 也造成很多的困擾 還有我們是不是能夠 平常就是規律的作息 所以就可以經常來這邊吃東西 那當然健康的方法很多 相信我們在座朋友用過很多的方法 那這一張呢 是我們在很多生物學練功一陣子之後 他們詢問他們 現在還有在吃藥嗎 我們來到美門練功的孫中師姐 包括我自己 都是吃遍很多各種藥方的人 但是當我來練功之後 我已經都沒有用藥 但是我還是會不會生病 偶爾有時候還是會不舒服 但是我那時候呢 已經可以怎麼樣 我先練練功 練著練著他就改善了 所以呢 我吃藥嗎 我不舒服的時候 我怎麼樣 練功就是我的藥 好 那平甩 我們說我們這樣口碑相傳 那有沒有得到過 一般的這個特殊的專業的醫生 他們的認證呢 我們看到了這幾位 像許答副師兄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他 他呢也是一個台灣很有名的腦科醫生 那他也是我的學生 他跟著我學了大概三年多 他跟著我學了大概三年多 那目前他自己呢 到現在都還在練 他也因為他也出了四本書 他說他得到癌症 他只要好了以後每三年他要寫一本 他現在已經出了四本 那還有像移寧師姐 也是我們高雄的學生 鄭松師兄也是 那呢這幾位他們本身都是專科的 跨領域的中西醫的醫生 他目前本身也都還在練平甩 在美門練功呢 師父常特別強調 練功不練心 到最後還是會再發生 所以呢 除了練功還要練心 所以美門的練功有四法 功法 心法 方法跟道法 道法就是要練到生活裡面 那在平甩呢 有這幾句的心法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包括身 心 習 菱形 都結合在一起 身正帶動心正 心正帶動氣正 氣正帶動行正 行正而無往不利 所以我們練功 簡單的一個平甩 涵蓋這樣的一個方法在裡頭 所以姿勢要中正平衡非常的重要 一個基礎功練好 很多問題他就在無形中 他就調整過來了 千萬能說 那麼多年 你的音樂 神經的詞